雄雄龍龍今天上午淡水國中相當熱鬧 來自莊敬高職的古藝隊帶來了精彩的表演 而不止於此就連古堡家商都派出了 陣容龐大的啦啦隊來表演 希望能夠吸引學生們的目光 為接下來的招生做準備 由來今天是淡水國中68周年的校慶 校方也舉辦了愛心園友會等活動 要來好好的慶祝 另外配合我們本位的課程 做服務學習 辦理愛心園友會 希望透過辦理園友會的一個過程 讓同學知道整個準備跟過程跟付出的部分 我們的言語希望要提拨10%以上 來當作我們的校務基金跟愛心基金 今天剛好是68周年的校慶 那也是愛心園友會 那主要我們今年的主題是在愛心園友會 這個區塊裡面 就是藉由孩子在社灘 他們學習付出 而在今天校慶中又有一群很特別的來賓 他們就是來自瓜地馬拉大使館 駐台的五官一家人 因為到台灣工作的關係 看向淡水國中的好環境 五官的公子 今年3月也進入了淡水國中來就讀 而趁著校慶 其他的家人更趁著這個機會 從瓜地馬拉千里迢迢來到台灣學校參觀 校方也親切的接待 因為本學期特別的榮幸 我們駐台灣應該是瓜地馬拉大使館駐台灣五官 他的小朋友也在我們學校就讀 從3月初開始來到現在約一個多月的時間 在學校裡面讓我們多一個學習的機會 歡迎他的兒子來到我們的學校來就讀 那就是說希望他的父親在這段助華的時間 他的孩子在這上學 在我們淡水國中就讀 然後一切就是很愉快 然後跟我們的小朋友能打成一片 做一個很好的國際交流 也讓我們淡中的孩子可以充分學習到 就是說愛無國界 然後就是我們地球村 然後就是真心付出 跟他們一起融入 雖然因為天空不作美導致校慶運動會被取消 但能夠不用上課擺攤歡樂 學生看起來還是相當開心 而校長也表示 所有的收入都會在扣除相關成本之後 捐給學校校務基金及愛心基金 希望能夠在歡樂之餘 也能夠教導學生要記得回饋社會 記得陳柏惟 淡水採訪報導